相信只要是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都知道,巴亦南篮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球队,哪怕是到了CBA职业联赛后,巴亦南篮也是曾获得过八次总冠军,目前和广东宏远并列的第一位。 要知道CBA到了今年才是第24个赛季,也就说在前面23个赛季中,一直坚持全华班作战的巴亦队,拿下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冠军,这足以证明着支球队战斗力的多么的强大。 不过随着老巴亦的退役,加上现在CBA外援越来越强,巴亦队在最近十年开始没落了,尤其是在最近五个赛季,他们都是处于联盟垫底位置。 赛上赛季更是仅取得三胜三十五负战绩,这也是CBA自从取消升降级以来,胜率最第一支球队,而巴亦队之所以落魄到这程度,那是因为他们的希望之心邹宇晨在国家队给领难费了。 邹宇晨在和伊朗的一场热身赛上受伤,邹宇晨是1996年出生于广东珠海,他父母都是巴亦队球员,原本他父母并不想他走上运动员道路,但因为天赋异禀还是被一剑连的恩师,深圳体校校长大一心给发现了。 在他的酷口婆心下,邹宇晨父母终于答应,跟随待一心来,得深圳体校,接受专业篮球训练。 不过,因为邹宇晨父母都是军人,他们希望自己孩子能继续在巴亦队效力。 在一年后,他们就让邹宇晨建了到巴亦青年队,邹宇晨的到来很快就受到了巴亦队的重视,无论是刘玉栋还是王志志,都是看好邹宇晨。 而邹宇晨也被王志志限定为他的接班人,尤其希望王志志退役后,邹宇晨能带领巴亦队开始崛起之路。 邹宇晨首个赛季就打出惊艳的表现在2014年的亚青赛,邹宇晨就开始展露头角,带队帮助中国国庆队夺冠。 在这届亚青赛上,邹宇晨场就能够砍下15.3分7.8篮板,被评为这届亚青赛最佳球员和最佳前锋,并入选最佳阵容一队。 同年夏天,邹宇晨进入巴亦队开始了他的CBA之旅。 在他的首个CBA的赛季,邹宇晨就场均砍下14分和2.1次盖冒。 而在当年的CBA全明星星瑞挑战赛,邹宇晨砍下篮区新瑞队最高的23分4篮板,包住南区新瑞队战胜位区新瑞队。 邹宇晨也获得了新瑞赛的MVP,让当时很多球迷在感慨96年有一个周期的同时。 我们还有一个邹宇晨同样非常不错,邹宇晨在里约的奥运会上非常惊艳而在2015年,才打一个赛季的邹宇晨就入选了公鲁明执教的国家队。 虽然未能进入到最终的12人大名单,但邹宇晨出色天赋和平静,还是给公鲁明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而在2016年夏天,邹宇晨在很多人不被看好的情况下,通过热身赛的出色表现,成功进入了里约奥运会的12人大名单。 在奥运会上,可以说邹宇晨是中国南南内线的最大惊喜,原本给予厚望的周期,王哲林和李木豪这辈蠢之外,新一代移动长城确几体出现了状态低迷。 而相反赛前不被看好的邹宇晨却打得非常强硬,成为奥运会上,意见连身边最给力的对手,也正因为邹宇晨在奥运会的出色表现。 他还被NBA球叹给看中,邹宇晨刚下飞机就被李南派上场大比赛结果,受伤了在2017年下一天。 邹宇晨曾赴美克逊,准备参加当年的NBA选秀,代演时级不成熟,打算第二年再度挑战,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在他刚刚回国下飞机不到5小时,马上就被八一队出身的李南掌换到红队, 而在当天的柯伊朗的一场热讯赛上,因为此前第一场李南带队输球了,他非常渴望能拿下一朗,来缓解当时球迷对他的不满。 而泰上还没调过时差的邹宇晨,可邹宇晨仅仅上场,打了8分30秒便受伤下场。 当时,邹宇晨知道情况对李南非常重要,全场拼尽全力,用七投六中拿到12分的优异,却遭到了十次韧带的断裂重伤。 邹宇晨的这次受伤让他费了两年这受伤,不仅让邹宇晨的NBA梦直接破灭,也让上赛季八一队陷入了困境。 而邹宇晨的恶运还没结束,又是在夏天,还是在李南的手下。 邹宇晨从美国养伤回来后,又在和国奥的一场热身赛中再度受伤,这让邹宇晨直接导致再度赛季报销。 就因为李南的参攻,让邹宇晨刚下杯击就打热身赛,让这么一个前途,一片光明,的小伙子给耽搁了。 而新,赛季王制制之所以很难带队举起,也是和邹宇晨的赛季报销,有着直接关系的。 要是他能上场,在CBA能定一个外援使用,因为对手也是四截四人次,可以说八一队其实并不算太吃亏。 现在八一队若想崛起,只能是指望邹宇晨能快点回归了。